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声音够大 不要麦克风 他的麦克风好像不太自由 感谢主 在这个佳节 我们可以一起 刚才说母亲节 其实是属于大家的 就像圣诞节属于大家的一样 母亲节也是全世界都在庆祝的 没有母亲就没有你 你的太太也是母亲 或许你的女儿也已经是母亲了 所以这个节日跟你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我每次基督徒聚会 都是要来唱诗 这样一声 为什么呢 要来唱诗呢 因为我们说谢谢 感谢 好像太少了吧 也不够表达 所以我们要感谢 感谢主 什么 对不对 这样唱起来就更加的 有感恩的心 所以每次我们聚会一定要唱诗 而且要大声的唱 让我们感谢的恩唱出来 一副所书五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以歌唱 感谢神 以歌唱来感谢神 就是说你的感谢要大声的来唱 大声来说 让这个感谢能够达到神的恩中 甚至他的心中 我们要感谢神什么呢 感谢他的救恩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 就是因为他的救恩 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来到这里 要不要感谢 有 因为在路上许多的 什么 错不可发生 但是他让我们平安落到这里 我们要感谢他的救度 我们要感谢他们 感谢他的供应 我们到世上来 什么都没有今天吃得好 穿得美 而且有余 所以 住得也舒服 我们要感谢神的供应 所以我们要感谢 这一切美好的事 是由上头来的 是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的 有一首诗歌说 最美的名是什么呢 唱歌吗 走 最美的名 是耶稣的耶 那一首歌吧 没有讲出来 最美的名是耶稣 那么请问 最好听 最甜 最美的声音是什么 你听到这个声音 好 心好感动 最美的声音是什么 妈妈 是不是 妈妈是世上最美的声音 每次听到妈妈 做妈妈 心都软了 等你叫妈妈的时候 好像你就有的依靠了 妈妈是世上最美的声音 这是人们 投一个发出学习话语的声音 妈妈 吃吧 孩子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起 同情和意 美好是命 美好是命 和成就 美好是一切命 美好是一切命 我们又在一起 爱在美主 我就是来到美国 那时候我都不认识族 我是拜偶像的一个人 而且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伤痛完全没有消除 我一直在读书 但是这个读书 并没有让我解决这个对母亲的伤痛 所以我到克里亚读书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到了急诊室 我就突然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就突然就发烧 然后就昏倒 那我就到了急诊室 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的旁边 但是我是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信仰 我是跟着我的父母 我不是跟着就是说 我来了美国我就要信这个阳教 所以我到了急诊室之后 我有三个月我要休息 但是在这边没有亲人的情况之下 只有弟兄姐妹教会的人来帮助我 那之后 因着我看到教会的人 他们那么的热心 他们那么的爱我 所以而且他们心中有很多的喜乐 所以我就来到教会 到了中学会 总会在唐人街 然后在那边参加团契 然后认识了我的先生 然后之后有一段路 之后我们就一起的愿意 我就在1998年 我就受洗 新竹受洗 那1999年 我就跟先生到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到南非去短宣 那在那里 因为我跟先生都是 我们是学音乐的 所以我们就用着诗歌 来带领这些的 不信族的 在南非的华人 然后看到有一个教授 他就是一直都不肯信族 然后他在那一天晚上 他就是听了我们的诗歌之后 他流下眼泪 他说我愿意尝试的去认识这个主 那之后 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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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神迹错写的 每个剧都是真理 幸福是 写下风带给上帝 离开离开铺铃 买个教科 我给生命 心中也总被主爱开启 看见祈福的甜蜜 就在我心里 它并不需要不客气 也不需要完美注意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 我在主爱里 幸福是 珍惜现在拥有的 感谢上帝录音 幸福是 分享自己的手提 教别人的利益 幸福是 相信神迹错写的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幸福是 写下风带给上帝 替它比坦固你 它并不需要不客气 也不需要完美注意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 我在主爱里 幸福是 幸福是 相信现在拥有你 感谢上帝录音 幸福是 分享自己的手提 教别人的利益 幸福是 相信神迹错写的 每句都是真理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写下重担给上帝 替它比坦固你 幸福是 幸福是 写下重担给上帝 替它比坦固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